市市長 騙子市長 他就是用這個行政暴力 通過了 他說我們法律通過了 你仍然我何 這就是市政府多發急的 一邊講我會拿一次量子好多次 一邊連夜港工的 你覺得白道可不可怕 可怕 對 黑道還好 黑道還有警察助文台 另外 為什麼叫騙子市長呢 他還沒有減上以前 我陪他走 我們跟他講說 誒 誒 柯批 你總來總算 這個對我們想一想 他說 只要好市長沒有揹出去 我就有辦法 唉唷 算你多少不記得 這樣是不是騙子市長 騙子市長 再喊一次好不好 騙子市長 騙子市長 有一個方法 在公仔改完以後 會跟人口也不會增加 然後交通流量跟現在也完全不會變 有一個方法 等到我們一開工以後 你們這旁邊要開始做大規模的都更 我蓋好的時候你們就搬進來 然後你們蓋好再搬回去 我在15年之內 如果可以亂過五圈 五輪的話 可以把這整個周圍的 那個公安都更可以處理掉 當然這個 這個是這樣 要做這麼大規 其實如果要做這種大規模公安都更 我們市府是可以協助 不過更重要還是要 地方的人來處理 所以事實上我已經把今天那個 這個公共住宅 使用的資格 事實上我是把 都更 列為低優先 這個地區如果要都更的時候 他是低優先使用 我也希望這個公共住宅的出現 可以把這附近的這個房子 做一個更快速的都更 因為我發現每次都更最困難的 包括在蘭州國宅的經驗 或是說我在處理設施島 一個很大問題就是中級住宅 所以我的理想是 這個是成為這個地區 都更很重要的中級住宅